Rika 師兄 遲這份EV 星期二晚直播時間八點鐘 Hopo Song 好 下半場回來Hopo Song 今晚單瓢獨島組合 遲三師兄 兩場歐霸 一場有看一場沒有看一場沒有看 一場沒有看都不覺得可惜 即是來比錫1比0贏格拉斯哥流浪 如果看數字 譬如射門等等 來比錫10次射門 隔樓4次 隔樓6次 隔樓HG只有0.2 即是射門威脅不大 來比錫85分鐘才憑一個角球 頂出來給安祖年奴寫一個窩裡的球 那球球就隔樓中堅位 因為兩個站在同一個點 頂出去 其實可以做好一點 就向邊線去頂去頂去 但頂得比較靠中間 結果被安祖年奴寫入網 其實來比錫最近表現一般 你看剛剛那個德格 你直接輸給這個無順家拍 都令到歐聯的四強位 歐聯的頭四位都有點暗湧 所以最近的來比錫 是有少少下了下來的 這一場的歐霸 當然說真的 就算你說作合得住隔樓 應該 來比錫都 應該可以出線吧 應該可以完成吧 可以完成吧 但最近的坊是下落了 近方有些回落 真的回落了 而且 他的安根股的依賴症 只是出來了 安根股的依賴症 剛剛那一場 對無順家拍 都是靠安根股 如果沒有安根股 功力是相差很遠的 好 再說另一場 法蘭克福 這場作合對韋斯咸 上一個回合 韋斯咸主場 二比一輸給法蘭克福 那天法蘭克福 韋斯咸也見過巴塞領了 這次就更聰明了 限制法蘭克福球迷的購票人數 人都是很多過了去 但起碼不能先進場 只有一個小塊 這些受過教訓 正常 人家那些正常的處理 哪有你這麼傻 不是這麼傻 是這麼傻 是這麼傻 好 韋斯咸主場的球 看回第一回合 就是浪姆阿里奧娜 後防 其實我覺得是像一個3後防 然後打3,4,2,1 我覺得是像3,4,2,1 但是排面就是4,2,3,1 但我覺得是打3,4,2,1 多順 蘇馬和基士維 是打中堅 右邊翼衛是莊順 左邊翼衛是科拿斯 然後中場是迪勤懷斯和蘇石 然後前面是藍仙尼、寶雲 藍仙尼偏左腹 寶雲偏右腹 前面最前是安東尼奧 對面就放了一個 法蘭克福經常放了3個後防陣勢 龍門是查普 後防是艾馬美托尼 中間是軒迪里加 右邊中間是杜達 中場是蘇奧和路迪 左邊是亦惠哥斯迪 右邊亦惠球夫 前面兩個攻擊中場 連視堂偏右 偏左是連連大地 最前就是拉菲爾保利 開球很早1比0 第一個攻勢 那個球是有圖的 這個球就是 你看到我剛才也提過 就是 兩個中堅 蘇馬和阿多迅 本來頂住最前的 這個 本來是最前的阿保利 但是 他兩個中堅 就容許阿保利 在這個位置轉身 對 原本是背著龍門的 但是他被他移出來 然後被他轉身 然後被他扯進去 右腹位置 後上的球夫 不是基什維 那是科娜斯 科娜斯的身後 頭錘搞定 其實法蘭克福整個攻擊套路 阿保利 其實不是 一類衝刺力很強的中鋒 其實他是很柔 後上做一些支點 然後再交炮 可能在左右兩邊 入攝 譬如是球夫 連田大地 這些球員 是作為法蘭克福的攻擊套路 尤其是球夫 其實你看到這幾場 在右手邊的後上 那個速度 是相當之重要的 所以這球球 其實也是 球夫的後上 結果是進入球球 但是其實經常勝 這個韋斯咸 不論中堅也好 不論這個防守中場 即是後腰也好 經常容許中鋒輕鬆轉身 在二十多馬 尤其是中間位輕鬆轉身 其實是一個挺大忌 1比0 接著韋斯咸有球中柱 那天最不幸的球員 就是保雲 兩個中柱 其中一個就是有球單刀 結果射中柱 接著OK 二十分鐘就是這球1比1 就是 那個球是罰球 扯上去左負位 蘇馬 投錘 力壓 這個法蘭克福的首位 然後 交到右負位位置 被 後上安東尼奧 投入了 第一 蘇馬的罰球 死球 角球 後上攻擊能力 大家都知道 但是法蘭克福也搞得不行 第二 撐上去中間後面的三個 完全沒有人看 你看到黃圈圈圈了三個 完全沒有人 方圓五六馬 沒有人 不過安東尼奧貪 他貪得不太好 他的球不是向前 是向偏橫一點 查譜幾乎已經推出了 不過已經過了百屆 所以 這球是1比1 然後 其後 法蘭克福 30多分鐘 另一球 保利 推前 傳比 又是給球夫 然後 基士維從後折停了球 但是 其後 球夫轉身 射 射高了 38分鐘 法蘭克福一球 都很重要的攻勢 去到下半場 2比1 就是這一球 你看到 紅圈 紅圈是保利 又是 在二十多晚 中間 又是被他很羞恿 轉身 拿到球 然後 再比進去 黃圈的 蘇奧 走進去 單刀射 其後 龍門擋出來 後上的 連田大地 這一刻 沒有越位之下 就是射入 這個球 就是蘇奧射過去 的時候 連田大地 是沒有越位的 沒有越位的 就是 在球後面 對 在球後面 而且你看到 他的身體活動範圍 蘇奧射的腳 很明顯是前過 連田大地 即入球的身體 所以這球球 是沒有越位的 但是 也是那句說話 這球球 又是 整天指出 韋斯坦的中間 整天被保利 在二十多晚 輕鬆轉身 是相當糟糕的 基本上是 其中一個 韋斯坦的死因 另外一件事 就是 那場球 我剛才不是說 他的陣容 其實都 很不清晰 尤其是 香港的左手 是很不清晰 究竟是 基士維收入到中間 基士維打左閘 科拿斯 打過 左翼衛 還是 藍鮮尼 是怎樣 其實都不是很清晰 有些浪費了 科拿斯 這場球 我覺得科拿斯 不應該打這麼厚 他打逆位 我覺得就不太適合 尤其是 第一球球 就是剛剛開球 沒有幾個輸 那球球 其實他那些 真的不是防守球員 科拿斯 以及藍鮮尼 那場球 表現都相當之頑 基本上 都 沒有什麼 很有建設性的 做出來 其後 換了奔南亞 真的很多 起碼他速度 他肯盤球 推前過人 這一下 令到 其後韋斯咸 後面的時間 大約六十幾分鐘 打後威脅 大了很多 大了很多 反正 令到韋斯咸的攻擊 有些改善 也看到藍鮮尼 這場球 打得不好 最後 其後 也有兩個中柱 一球 就是 就是 奔南亞的射中 也是射中 其後 有一球 連連大地 就是法蘭克方法球員 射中柱 最慘就是 九十加一 很漂亮的 寶雲的倒掛金鉤 一聲 不是那些拋物線 倒掛金鉤 是那些 折應上去 一聲 打掛得很漂亮 還微 接著 眉頂突落 插到少許 查譜的背部 但是 打不到入網 結果 韋斯咸 很遺憾 結果這場球 就 二比一 輸了給法蘭克方 要看預計陣容 第一件事 第二回合 韋斯咸 最起碼要改善的一定是 如何處理科娜斯 泵南亞 南仙利 這些球員 究竟是怎樣擺呢 我覺得就 糟了 貿易紙好像有些自爆 我覺得就簡單一點 就應該放回 泵南亞在左手邊 就算了 打回4 2 3 1就算了 就不要再放什麼三後房 那些 因為 大哥 你現在要攻 那你一定要局攻 他不是沒有主攻本錢的 韋斯咸 就去那些 譬如中堅 後上 死球 蘇馬 蘇石克 很大的 你見到 法蘭克福不是完全 可以頂得住 韋斯咸 法蘭克福 那些三球都可以 那場球 軒迪里加 杜達 打得很好 軒迪里加 杜達 打得很好 那些三球都可以 但是死球 或者其他奔南亞 入到來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 有少少吃力 有少少吃力 那 法蘭克福 始終覺得前鋒 真的充斥力 真的不夠 你說 打一陣地 戰高球 側上去 打一些 要打一些陣地 就有些 有少少 要直接去主攻 是有些困難的 前鋒保利是一些很早職型的球員 甚至我覺得他不是一個中鋒 只是鬥後一個 打9.5 那些球員 連視堂那場球都一般 其實也相差 前鋒位 其實嚴格來說 不是很有力 是很靠哥斯迪 很靠球夫 那方面的後尚 所以這場球 其實都 一定還有價格 一定有價格 這場球 好 那 歐霸就說了少少 歐霸兩場球 明晚 不是 星期四 深夜的四點 三點 好 這個時候就掃一掃四大聯賽 現在什麼走勢 首先 英超 英超 現在就爭 前面又前面 前面那兩隊 都爭 曼城和利物浦 曼城和利物浦 剛剛那周都贏了 利物浦就一比零小勝 紐卡蘇 贏得有點辛苦 紐卡蘇也打得不錯 雖則紐卡蘇已經上岸 曼城就以四比零 列斯 都預計之中 贏了 列斯最慘的是 有些球員受傷 又在這場球裏 達拉斯應該受傷 我沒有看到哪幾個球員受傷 但是兩個球員 打完這場球之後 都傷得很厲害 所以 都 麻煩的 這個列斯 坦白說 可能我們上個星期 這個節目也提及到 列斯聯的賽程 列斯聯的賽程 都是相當接近的 第一件事 接下來會對阿仙奴 阿仙奴 大家都知道 強勁非常 對阿仙奴 又差那麼前四 一定不會射你 然後 車仔 車仔又差那麼前四 雖然他最近的方技不好也好 但是南船也有生金釘 所以 都是麻煩的 然後 白禮頓 又好些 但不代表為贏了 今次對坦福特 最後對阿仙奴 維拉 這三場 我要看看 列斯聯的賽程 但最慘的是 有兩場作客 對那三隊比較弱一點的球隊 作客 這樣就 有點危險 因為 始終都要交代 主場 例如坦福特 維拉 尤其是維拉去到最後一場主場 都要好好看 所以列斯聯都有些危機 尤其是有些主力 這場球都打到 真的傷得很緊要的時候 對阿仙奴 就沒得商量 這場球 一定要支持EV 真心推介他 阿仙奴 贏球 已經不求兩球以上 我求他贏而已 糟了 我開始沒什麼信心 對於作出這些任何的預告 什麼沒有信心 做人一定有信心 我剛剛才有信心 你推介有事 我推介沒有事 這個是沒有事 這樣 你看到上個星期 真心推介 都是有一定水準的演出 這個星期繼續 阿仙奴 沒有問題的 沒事的 沒事的 所以阿仙奴 真心推介他 對列斯 接著 講完這個 綁尾 綁尾 那幾隊 其實 愛華頓 18位32分 愛華頓 就贏了車路士 這個很緊要的 這些擺明車路士送分給他 之前阿師兄 上個星期也說過 你也知道 布恩 也是這個時候 對著名宿 車路士也要多感謝 這個名宿 長期的貢獻 那你多一對朋友 總好過多一對敵人 那也是那一對 你夏年 英超 你說留這個林柏特好 只留不留林柏特好 最好當然是留林柏特在那裡 那就最好了 是 其他十幾隊都比較高興 說真的 所以車路士 趁著現在的第三位 第三位都還有少少少麻醬 有少少麻醬 那就是 這個送給Fred Wu 說阿仙奴連三 是 沒錯 阿仙奴是連三的 是對列斯的 大哥 不過 我們要支持阿仙奴 所以阿師兄連三都不怕他 這次就 賣大包 是吧 為了支持阿仙奴 一定要推介 不是阿仙奴連連三的問題 你對著對列斯 你很難輸的 對列斯 那也不要這麼說 列斯之前 都打得不錯 不過呢 去到這個重要階段 都不能談 這次Fred Wu 真是難得抓到我 連三 你也提供的 因為 因為 阿仙奴現在就要摘氣 就要支持阿仙奴 擊敗這個熱癡 上到這個前四 這個很重要 現在的前四 還有 如果一個不要出過賣車路士 變成 倫敦 倫敦第一 倫敦 倫敦 小聯賽 倫敦第一 這個聯賽 這個冠軍 這個是首都冠軍 沒錯 所以 師兄 全力支持兩隊 前面那兩隊 沒有關係 對 所以我現在主力支持 兩隊 一隊就是利物浦 不用說 很客觀的 第二 就是阿仙奴 我們要全力支持 阿仙奴 有人說我們迫害阿仙奴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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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Morrainy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 對 你口水說過 我警告你 神經病 什麼迫害阿仙奴 你真是傻 支持阿仙奴 不是迫害阿仙奴 你真是 聽話都不懂 聽話都不懂 這樣是風險 你對列斯 列斯 對第二隊 我都覺得阿仙奴 可能很慢慢緊 就是我上一次的預測之前 我都說阿仙奴 對列斯是基本上 差不多出眼 就是有機會贏 去到這場一定 這場是最大機會 看過賽程 那來到這場 他剛剛這麼順開 來到第四場 你都不借了他 不是 重點不是列斯聯約 重點是阿仙奴 不是 阿仙奴是 排回合的時候 他上一次陰咎我的時候 他迫害了我 他擺回合的時候 他就繼續順下去 就是阿仙奴強 阿仙奴是強勁的 沒有那個列斯聯 列斯聯都OK的 之前都五場沒有輸過 剛剛那場才輸 坐和望贏 我比較保守 師兄就說贏 我就說坐和望贏 贏 輸就很難的了 沒錯 絕對 阿仙奴 可能你說連三 他贏到 那是OK的 那就和了 但是我很難告訴你 阿仙奴對列斯是輸的 沒錯 我真的說不出這些 這些真的違反 我們對足球的認識 我們的足球是真心 所以真心推介 真的很真心 阿仙奴贏 連三都不怕他 連贏都入球大 不要管他入球大勢 阿仙奴贏 支持 好 好 接著 再說前面那幾場 接著就說愛華頓 對車路士 那場呢 剛才也提及到 基本上是報恩的 第一 其實那場坡愛華頓 特別是飛沙砌石的 那場坡 那場坡的戰役 不論是球迷也好 球員也好 那場坡的戰役就一流了 亦都相當硬朗 相當硬朗 那些藍節都頗為硬朗 即是我們所說的球員 是 再配合這個 迫福特的賞身 是 看回我們 迫福特的賞身 舉佔大家 在Facebook專頁 有一個專頁叫 搜門員日常 的專頁 Goli Daily 這位 專頁的主任翁 本身是一個 搜龍門keeper的教練 其實他專頁裡 也有很多搜門員的技術 分析手龍門 即是教導大家 如何欣賞龍門 怎樣的動作 為什麼他有這個動作 怎樣反應 他的反應 如何欣賞他 看看他的步伐 尤其是迫福特的那場坡 當然我記得這個專頁之前 都經常罵很多迫福特的 那應該賺的時候 就是賺 但是這兩球 其後你看回這段文字 都是對於 施福特的賺賞 好了 那兩球 神救 叫神救 第一球 萬字的射門 從左手邊 從左上角開始 打橫這樣看 都是在專頁上 沒錯 萬字的射球 中兩條柱 先中左柱 再中右柱 滾進去都滾不到 那條界裡面 這麼划算 慢慢滾滾回到右柱 再淡出來 去到右扶位 艾斯帕利古達準備去補射 即是在禁區 最外邊走進來的那個 是艾斯帕利古達 是的 應該 總之 其後已經進去 你看到龍門 還在那條柱子準備起來 好 好了 第四股圖 即是中間右手邊 右手邊那股 那股圖 是兜進去 白界後面 再撲出來 因為它這樣飛出來 它本身的力量 是會較夠的 是 結果 兜出來 因為它衝出來的時候 本身是有力量的 結果阿斯帕利古達 後來補射的時候 再撲出來 有力量的 要有力量的 因為很多次 如果不夠力 它一勁射下去 撲回入網 也不奇怪 但有力量 它有力地撲出來 這是第一球 第二球 第二球更神奇 A球球是角球 然後 羅布斯哲克 先去後處 好了 球接到左腹位 空了 魯迪加 你看到多少馬 三馬射過去 結果 被迫福特 出到 用頭 好像梁仔一樣 足球宵盡 梁仔一樣 用頭 盤死 擋出來 他那一刻 和隊友一起 封閘了魯迪加 可以射門的角度 但是 這個球 其實都 他都給了人 你省了 真的 你射得好的 你省不中龍門 你省不中龍門 你省中他 都很大機會 被救出 你不是 左下面 那張圖 你看到 你看到 迫福特 張開了身體 那 重新 傾銜 令到防守範圍 扩大 結果 就擋到 好像以前的 舒米高 那樣 你再加上 有個 藍三的首位 伸腳 其實是 令到 魯迪加 可以選擇的角度 是 再小一點 都是向高射的 但是 都射了高 省中棉 省中棉 沒辦法 沒辦法 但是 這兩球球球 的而是 救得相當精彩 但是 有誰 不是很精彩 就是 艾斯派利古達 不是很精彩 因為 輸了那球球球 是他送的 結果 被他後防 想猜測 誰知道 被隔雷截到波炎 之後 彈前了 被李渣利臣射入 李渣利臣射入 之後 然後 不知道在哪裏 撿到煙花筒 還是噴著煙 一下子就扔了 上去觀眾席 應該是球迷 扔到藍色 應該是主隊 主隊的 那他拋上去 這些就是慶祝的 不是 賽會說 這樣是危險 準備罰他 停賽三場 罰誰 李渣利臣 這樣也要罰嗎 當然要罰 你把這麼危險的東西 扔上去 上面扔下來 是煙花火來的 你把一個火頭 扔上去觀眾席 當然有問題 正常應該扔到旁邊 正常 是有些問題 我看完之後 你這樣也行 如果扔中了 那怎麼辦 真的 是啊 漢凱仁是AZP AZP 自從那張 extended contract 他生效了之後 最近都有很多 頻頻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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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也有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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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但是最近也有些球会 听说对劳卡古都有一些兴趣 这么好? 这么好? 适合价值放,不用想了 我也觉得车迷不会太拒绝 车迷不拒绝,但是那类球队你也很熟悉 是吗?哪一队? 你最熟悉哪一队球? 游巴彩? 是啊,这么大 最近这个星期的巴塞的新闻 我不管那些转迷那么传 转迷的新闻,真也好,假也好 传出来的所有巴塞都非常不舒服 震惊,震惊13亿人 也不止一个劳卡古 还有些更不安 又来这些? 是啊 这个会长是流行这些东西的 不,但是最近,譬如说 最近,譬如传感亚浪素 就是车路士那个 有车路士? 是啊 这么追寻车路士呢? 不知道他为什么 可能因为见到你命,拿他的命 你不叫夏佛斯? 夏佛斯,夏佛斯没有钱嘛 夏佛斯要左閘嘛 他要省钱嘛 这个阿浪素就是沙维的目标 最惨就是左閘位的选择 西巴牙人 左閘位,他又传说阿浪素又上西巴牙嘛 稍后讲笑巴赛时才吹起这些令你更加不安的选择 好,那阿浪说车路士输了一场球 那就真的好像上个星期说了 就危险了,前世 你看看这个前世的形势 前世的形势 车路士现在排第3 打了34场有66分 排第4是阿仙奴 34场有63分 第5是热刺 34场有61分 然后曼联打多了两场 打了36场 就是58分 曼联的勢势就比较差 首先韦斯咸就应该是52分 52分 52分 他只剩9分未踢 那就没什么机会 即是韦斯咸肯定没有前世 是的,已经没有前世 韦斯咸肯定没有前世 曼联还有前世 曼联只有两场 两场 500分 500分 即是要阿仙奴 阿仙奴和热刺 之后全输了 四场 是的,所以机会是 都是比较微的 都是真的好微的 数字上还有可能 都没什么可能 所以曼联基本上都是 因为他打多了两场 是的 是的 所以现在就是车路士 阿仙奴 和热刺这三队 接下个星期 周中 不知道下个星期 再下个星期 有一场北伦敦打比 阿仙奴 北伦敦打比 阿仙奴 对热刺是 十三号 是的 凌晨2点9 香港时间 即是现在很快 又有一场北伦敦打比 是牵涉到 这场北伦敦打比 是很重要的 因为第一是欠伦敦一哥 第二是欠前四 第三呢 就欠牙轎 是 接下来热刺的赛程 嗯 今个星期日呢 就作客利物浦 就难打了 接着就已经是周中对阿仙奴 是 然后就星期日的主场对班尼 嗯 主场对班尼 都 都搬来跟你砌的 那个问题是 那最後一場就是作客樂域治就完成了 所以熱刺都有點危機 對利物浦尤其是應該是沒有分的 但對阿仙奴應該都... 連回六分 支持阿仙奴的關係都應該是沒有分的 很遺憾的對不起 你不如靠個禮拜再說吧 這一輪都沒有... 這一輪都沒得談的 一定要支持阿仙奴 一定要摘氣 車路士都... 最近那些死人方 車路士剩下的賽程 接下來就對狼隊 這個周末 跟著就對列斯12號的2點半 就是周中快車 跟著就... 那個14號是中中杯決賽 對利物浦 是輸的 那一場就... 不關聯賽事啦 贏了就贏了就贏了 輸了就... 不知道怎麼辦 輸了就輸了 之後20號有場補賽 就對李斯特成 都是難踢的 難踢 因為李斯特成... 不過主場 李斯特成作下可能差一點 當然不是啦 車路士主場都不是厲害的 還是李成在放假的問題 唉...放假 這個車路士之虧 就是人家放假了 客人都有機會贏到你 你自己自爆 泰亞高斯華自爆 阿斯派古達自爆 不知道誰又自爆 基斯電神都不會再用的 那些自爆 那就已經糟糕了 那... 尾場就22號 主場對屈福特就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呢 阿師兄呢 都... 對車路士的前四都相當相當之擔心 相當相當之擔心 最近那些死人方 都真是... 但對列斯狼隊應該得到分吧 一分 列斯我覺得三分 列斯... 未必三分的 列斯如果肯主攻 可能分分鐘... 列斯肯主攻就... 搞到車仔沒有分的 搞到... 列斯主攻 你知道阿斯派利古達又爆一爆 基基斯電神 無端端又爆一爆 那就爆了前四去了 那你求神拜佛下佛師生成成 好 那... 加上軍心 真的最近是... 最近是... 最近是... 那些軍心 好 那所以... 車路士對狼隊都不敢看好 那... 其他就... 搬離對維拉 最近搬離就連三喔 是 小心喔 這對... 這裡連三我就有點害怕了 搬離但是殺了上去... 其實在... 搬離的賽程 看看先... 對完維拉之後... 搬離... 搬離... 搬離去哪裡? 搬離三... 三...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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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離跟著對維拉啦 然後對熱刺啦 對完熱刺之後呢 作客熱刺啦 作客熱刺完之後就... 對這個的維拉啦 又對過維拉啦 因為... 當中是一場寶賽來的 一場寶賽 是啊 最後就對紐卡蘇 除了一隊熱刺之外 其他就輕鬆一點的 維拉... 維拉... 去不去啊? 正常來說就... 應該就... 不去啦 維拉有些... 放假的 有些少少啦 不去的 說真的就... 還有一隊是什麼? 挖福特 挖福特就不用看了 挖福特就... 就當作是降班了 挖福特就... 就當作是降班了 挖華頓、列斯、歷斯、搬離 三隊就死一隊 三隊就死一隊啦 挖福特因為... 那場... 跟著那場之前也輸了 那真的沒有啦 挖福特就救不回來啦 應該就... 相差了整... 相差外華頓 十分 還要再打一場 哪石哪夠什麼呢? 肯定都沒有啦 學神也說 帶這年再次退休 退休是為了復出的 今個星期英超 曼城對紐卡蘇 其他諾惠傑到詩咸 看看曼一對那場歐霸贏 都會留力 這場球最可能是反底的 如果韋斯咸進級之後 他就會省著人們來用 然後他就全力留力決賽 我想他贏贏輸出不出局也好 進不進級也好 都是留的機會都很大 李斯達成對愛華頓 利物浦對二次就利物浦 四觀和 沒得談 真心推介繼續 利物浦 利物浦的心臟頂不頂得順 利心臟頂得順 憑憑救心不用怕 怕什麼 白禮頓對曼聯 這些都無關痛癢 但是最近剛剛對斑福達九場 三比零 出的馬達也不同了 所以雙逢恨晚也沒辦法 神早就知道 放些什麼人 你就有什麼賽果 好 你亂擺放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 好 所以今個星期英超就講到這裡 上頭有頭競 前四有前四競 互級有互級競 都是相當精彩的 還有哪個聯賽要講 快打完的德格 還有兩週的賽事 因為18隊就打了34週的聯賽 當然看著前四位 第一 利華古迅 已經帶來了少許 58分就擺了第三位 剛剛就贏了流力的法蘭克福 是 佛賴寶打場很燦爛的 作客何芬咸 三比四 佛賴寶就贏了這場賽事 很燦爛 那場球 雙方都鬥攻得很厲害 何芬咸那場球 主場下半場13次射門 全場加起來19次射門 佛賴寶下半場6次射門 入三球 佛賴寶有些球員 譬如公司宣佈 明年會打多蒙特的 舒諾達碧克中堅 打得相當好 在後防 已經撿得好東西 撿得好東西 已經是公司了 好過蘇利 明年蘇利和舒諾達碧克 都期待多蒙特 加上連赫特 浩拿這些球員都打得相當好 但是何芬咸的大衛拿武 繼續有出色的表現 結果打了很燦爛的四比三 佛賴寶是一個德國盃 又入了決賽 對手來比蛇 我聽過一些報道說 往時一些杯賽賽事 都會出一些紀念品 是兩隊的會輝 都同時會出現 作為一個紀念品 但是佛賴寶這場 說得明 他不會跟來比錫 一起出這些紀念品 因為佛賴寶的球迷 對於來比錫 都不會很歡迎 來比錫的會輝 和來比錫 會輝的紀念品 在一起 他都不會想看到 佛賴寶的球迷 所以索性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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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這場波都要看著 現在佛賴寶和來比錫 又欠缺局的頭四 現在來比錫 因為剛剛輸完 被這個無信家拍 倒進去 第五位 第五位 都大濟 都大濟 最近佛賴寶的方 就這麼帥 這麼帥 四場贏三場 那些 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 全部穿著火 那些豪賴那些 又穿著火 還有後面 科隆 科隆四連勝 突破年三 確實證明 科隆 對 又是好方 之前是猜不到 之前以為柏林聯會比較近 柏林聯 剛剛周五球 抵死 對格雷特霍夫 都打得和 你說禮拜五 是不是西波 禮拜五通常都出事 我發覺 真的是西波 即是德格打星期五的球 經常都 不是德格 是甚麼聯賽都是 全部開下盤 很多時候 所以禮拜五這球 我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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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聯 剛剛輸完 不是輸完 打和對格雷特霍夫 那球球也是 又是龍門 那球球球 格雷特霍夫 是領先的 好像格雷特霍夫 是領先的 臨尾的後防 派大交先至 被柏林聯追回 1比1 那球球球 不知道為甚麼 中堅這麼厲害 中堅叫做 叫做 叫做 詹盧卡伊達 後場開個 類似龍門球 龍門給他 在小禁區 有人迫過來 正常當然是交球 因為大腳踢前 他很厲害 他學大智慧 足球小將 在自己禁區裡 盤球推進 不被人甩 結果被人搶走 就完成了 搶完 然後射完 空門 搞定 你真是帶智慧上身 你真是 沒話可說 德格 這個前四 都緊張的 最後兩周 最後兩周 如果前四 佛賴寶 就對柏林聯 這場是大和的 來比錫 就對奧格斯堡 好一點 是 那麼 那 那 利華古信 對何芬咸 也少一點 利華古信 未必贏 何芬咸 這些 有能力的 上一場卡馬力都可以 不可 最後一個星期的話 來比錫 對比勒費爾德 比勒費爾德 比勒費爾德 是差點互給的 雖則就慢一點 然後 這個 科隆 14號 對 14號那周 全部一起打 沒錯 科隆在最後一周 對史特加 又是互給的 是 接著就這個 柏林 對波琴 波琴 利華古信 對佛賴寶 都 打生打死 好精彩 佛賴寶真的要 練到最後一周 才知道 但最近的方 真的不錯 是 絕對有機會 投四 那 那來比錫 真是努力點歐把 來比錫 真的 有些難選擇 那他肯定是全力衝過歐把 還是怎樣 兩樣都要去完 嘩 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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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容夠不夠 可能不夠 是啊 那他好彩 四強隊流浪 隔流 說真的 好 德格就講到這裏 好了 西格就很簡短的講少少 黃馬捧了一杯 黃馬不用講他 巴塞這周 非常之好運 因為隨後的對手 全部 全部 一是打和 一是就輸球 那場 今週 多少場打和 一 二 有很多場打和 華倫西亞和 奧西亞和 斯特和 黃蘇和 基達菲 貝迪斯 都是和的 六場 應該有 一 二三四 五場 五場 有五場和 總之有很多和 剛剛那個星期 西韋爾又和了 卡迪斯 馬體會又輸了 貝迪斯又打和 西韋爾那場也和了六場 貝迪斯又打和 黃蘇又打和 威拉利爾不計他 他應該不能進入前四 即是說 巴塞的 競爭的 競爭 對手 全部都失分 是 被他拉開了少少 那 非常之好運 但還有四周 四周 四周 很多事情都會發生 十二分 最重要 這個星期 巴塞對貝迪斯 只要贏 前四 就已經順利 順利 拿了前四 已經拿了前四 對呀 貝迪斯追不到 對呀 拿了前四 但通常這些位置 巴塞都是香的 不知道 總之 今週最重要 貝迪斯主場 對巴塞罗娜 巴塞罗娜 那場對馬略卡 2比0 之後被人追回 I.M. Silvati 後來大約80分鐘 出來 就沒有碰過球 因為擔心傷 又叫他踩一架草地 走一下 只是拿個感覺 馬略卡追回1比2 之前那段時間 就是踢得最不好 那段時間 剛才九寶劍鷹進來 當然有九寶劍鷹 威力就比較強 說真的 不過那場球 就有一點點 調動的巴塞 迪坯打到左邊 費倫托尼斯 去了右邊 單比利後備 那場球 另外就是法蘭基迪莊 因為最近非常多的傳聞 因為坦克格 都不知多少次 在不同的場合 都說到 都希望他首要的 鑽匯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 法蘭基迪莊 而且價值 什麼呢 那就可以 什麼呢 什麼呢 巴塞 甚至很多傳聞都說 巴塞 可能會以大約七千萬左右 就會放走 七千萬那麼少 對 就是這個問題 你起碼都爭拗他們的益義 爭拗不了 你傻的嗎 那些賣人 七千萬 你買法蘭基迪莊 還有 最恐怖的 就是聽到另一些傳聞 就是 萬聯用他們的人來交換 什麼 黃特碧卡 例如 麥歸 黃狗 拉蘇布特 迪里斯 這些球員去交換 等一下 等著先 那個 是不是應該要查一查 這個 討論 這個 轉會的部門 那些高層 要查一查他 他有沒有貪污 他有沒有智力 有沒有問題 檢查腦 這些 大佬 你是不是智力有問題 你這樣 你拿一個這樣的人去換 你真的 你真的不怕 他在巴塞市走一走 會被人打 應該這樣說 這是有些新聞傳出來 這個 可能煲水情況也有 你上一旦 Alpha 扔走了 已經大兩旦 你又來多一旦 你真的 來多一旦 莫拉搭天 來多一旦 來多一旦 來多幾旦 你要前鋒 前鋒 談利魂道 烏斯基最近 有一點 因為 拜仁的會方 就說 一定不會今年放走他 那就不要放下年 那就不要放 沒有問題 那他可能又談第二個前鋒 那些什麼 拉蘇福特 莫拉搭 那些 可不可以有些眼光 選人 不是 這些全部 你全部 即食 你選一些 韋賀斯 那個 那個 那又不會 韋賀斯又不行 你選一些 有些potential 你不要 選一些過氣 不是呀 即食 證明過 不然 稍微 不會想想 阿朗素 那不要搞那麼多 等美斯回來 算了 你要即食 不行 美斯是另一個 agenda 美斯是政治的 agenda 會長方面的 agenda 不可以亂來的 不可以亂來的 美斯 美斯就肯定 肯定這個 明年都不會回來的 都很肯定的 所以最近巴採的傳聞 大家都要小心點看 尤其是法蘭基迪庄 究竟會不會離開呢 因為最近又在談 卡路士蘇娜 這個華林西亞會方 都否認了 但是呢 是有接觸的 有談過的 但是呢 又是哄問你自己 買斷份藥過來 不是 都要 法蘭基迪庄 真的賣走了 才會 找卡路士蘇娜 神經病 賣法蘭基迪庄 我想全香港 全香港 甚至全西班牙的球迷 如果真的換了法蘭基迪庄 換了麥龜 迪里斯拉 舒波特 這三件 曼聯的晚將 我想全市暴動都相似 我想萬市應該很開心 萬米 萬米舉腳慶海 那邊放煙花 萬市又暴動 巴士又暴動 巴塞又暴動 那邊暴動 就是燒煙花 那邊暴動 那邊暴動 就不知燒什麼 燒衣紙那一隻 我讀一讀過網友的留言 漢海人說 萬聯武好的 換什麼 那 Radian 就說 麥龜加基斯天神 擠死人嗎 是 換用心組 換差不多 你知道 不過這些都是傳聞 不過 法蘭基迪庄 我想今年的暑假 真的會有很多消息 這個要留意 他真的 要留意 因為法蘭基迪庄 早前有個訪問 也提到 其實 不認識 不 在這個領 換了高民被人解僱 之後 是有少少不高興的 因為 他的家民 當然 他應該 我印象中 記得他不是因為 朗奴高民來才加民 說真的 但是 他對於和朗奴高民的感情 的確是相當好 真的 好 今個星期西甲 特別留意這場 其他都不用多看 好 最後 再說一些意甲 意甲 意甲 這個 博洛尼亞 這兩個星期 都成為了 這個 前四 意甲前四 一個 很主要的主角 因為 上個星期週中 博洛尼亞對國際米蘭 是 那場是寶賽 那 以為國米吃眼 這個博洛尼亞 誰知 就 因為那場 幫國米出了後備籠 就叫做拿刀 有原因的 原來 我昨天問了國米朋友 因為漢丹諾衣生的時候 傷了 所以臨時臨急出後備籠門 那就是拿刀 你看看那個圖 就是這一腳 就中 去到 尾段 他 就想轉身 順腳踢出去 怎知踢的時間 就錯了 不是踢 不是踢 就是時間不對 即是踢不正 那個球 結果那個球 你見到的情勢 就好像左腳 把球掃回去 自己籠門 結果 後來被追到門前的 沙桑尼 射入了 是的 甚至他把球踢去自己籠門 很近乎 神奇地 你是見到那些搞笑 足球視頻 才會見到的現象 就在這球球中看到了 神奇地 上個禮拜我們看 國米是拿著一場 應該是贏定的 對著博洛尼亞 哪有可能不贏 那場球也有很多攻勢 佩尼錫又把握得很好 是臨美這腳這樣 結果連三分都沒有了 三分都沒有了才折桌 所以說 如果他是一分 都是 那現在變成了AC米南 引先回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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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AC米南就走運 D總上水就走運 看看 接下來 看看 今天 還有要說 博洛尼亞剛剛個星期對羅馬 這樣就跟羅馬打成這個平手 0比0 結果羅馬就令到 前面那四隊 AC 國米 拿波里 祖雲達斯 安全啊 全部肯定入到前四 安全啊 全部已經是搞定 刪三場 還要最底四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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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吹後 羅馬的摩爹 還要在這裡說 自己搞不定 還要寸對面這個拉數 拉數 拉數對另外那一隊 不知道什麼鬼 上個星期 拉數 我幫你找一下 拉數對史比西亞 3比4 對 他那球 不知道是智勝那個入球 說這個拉數的球員 越位在先 摩爹還寸拉數說 現在還有這些球隊 是靠這些越位球 才可以 才可以 對比賽 真的贏得多 串對面的對手 你自己拆 你自己拆 你還在那裡 串對對手 去掩飾自己的拆 那你也沒辦法 OK 那 A.C.米蘭剛剛那一場對法人天蘭 很敏才能贏 不要理他 贏就可以了 三分以待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時候不用說 是否漂亮 贏了就可以了 你知道 A.C.米蘭多久沒有拿這個聯賽冠軍 接下來的賽程 9號那週 國米對安波里 A.C.米蘭在下維羅納 再之後一週 A.C.米蘭對亞特蘭大 國米對卡里亞里 最後那個星期 最後那週 A.C.米蘭作客薩斯薩羅 國際米蘭主場對卡里亞 其實 那個走勢呢 看看亞特蘭大搞不搞他 我覺得亞特蘭大不是很搞到他 而現在亞特蘭大這些死人方 都好像散散 但是 亞特蘭大最近 納了近幾場的A.C.米蘭 其實贏得是辛苦 沒有什麼 你看不到他好像之前那一輪 那麼順 他贏得很吃力 每一場都是慢慢緊 雖然他贏到 但是很順盡 你看一下旁邊左右那些 但是你按照實力國米之後的賽程是舒服的 大哥 你國際A.C.米蘭多少場不敗 十三場不敗 哥仔 你其他那些 英特蘭大剛剛 剛剛打爆了 剛剛打爆了 真是 早幾都是四場不敗 最美方 A.C.米蘭 看看能否捱到尾 應該 D種上到水 都要支持D種 A.C.米蘭對什麼 今個禮拜 今個禮拜 對這個 卓克維羅納 贏完 一鼓作氣 A.C.米蘭 真心推介 A.C.米蘭贏球 我會 媽媽是女人 國米贏安波里 都不是媽媽是女人 安波里贏拿波里 不要媽媽是女人 安波里也不是差的 博米 國米 博諾尼亞就輸了 博諾尼亞排多少位 博諾尼亞排13位 安波里排14位 對嗎 我覺得 A.C.米蘭還沒有去到十拿九雲 只是剛剛打牌 順了一順 給你上鋒 給你拿著 但是 他是不是可以帶到尾 我有點擔心 你看過國際米蘭這些場口 這樣都會撻 你就知道今年 就是帶你 A.C.米蘭 我也是 A.C.米蘭也是太不少的 我又不說得那麼爆 我又說不到 這麼肯定 雖然說 A.C.米蘭就連三 但是 師兄跟各位說 到最後這些階段 就要當腦肯的 追了一些順風波 所以 A.C.米蘭全力支持這種真心推介 贏它 好 我讀一下網友 看看 說回來 漢海人就說 用新組換就差不多 然後又是離譜的 就是布斯基斯 即是說巴塞 不離譜 A.C.米蘭說 漫迷表 換了三個沒問題 如果換多三個 換六個有問題 A.C.米蘭就說 撲巴免費走 巴塞有機會 不是 真的 有機會 但他不是回法鑑嗎 他可能 都會爭 但如果 PSG 開得很漂亮的人工 應該是PSG 還有 帕巴的經理人 阿拉奧拿 最近 你也知道 就是去了 因病去了 他那個去都很離奇 因為 前一兩天 已經傳過一次 然後後來又否認 後來真的去了 即是一直都在病 對 他是重病的 都已經傳了很久 他有重病 所以他的鑽匯 全部都會維持住 全部都會維持住 即是那些什麼夏蘭特 那些都沒有這麼快公佈 應該 但他 拉奧拿 那些弟弟 應該會 傳承 拉奧拿 這方面的工作 但要一些時間 但 各公司應該不是一個人的 是 是 經理人公司 所以 暫時都會先保持 暫時 都不會有這麼快的結果 然後 可能就說 其實 很多入球機會 李奧浪費了 唉 李奧這些 都是差不多 他前線的把力 近期沒有那麼順 唉 大哥打了一年 這幾場都是不太順 伊巴基奧特基奧 你都要 唉 大哥 厲害 怎麼都有點瑕疵 有人支持我 Ralian支持我 Ralian當然支持你 他一定不支持我 這期支持我 真的 謝謝你 他都不支持我 Ralian也不支持我的 浪費 好 講完四大聯賽 都講講 今個禮拜 香港的 球圈的大事 就是 傑姿 成為了 亞冠新制之後 第一對香港的球隊 進入了亞冠淘汰賽階段 恭喜 恭喜 淘汰賽階段 最後兩場 一場對青萊聯 那場賽前倒水 賽前倒水 即是那場下大雨 延遲了整個蹤 後來等到雨小了 才能打球 但上半場的一個場 相當多水滕 即是在武利南的新場 雖然去水多好 但因為下了一場很大很大的雨 所以有很多水滕 很多位都不去 那場賽事 影響了戒指 發揮 那場賽事 還有那場賽事 青萊聯 打得很放 打得很開放 都幾乎對攻 差不多 青萊聯 本來就算戒指 都幾乎 看回質素 整體都是強於青萊聯 但是第一 雨戰影響了 譬如基爾頓 那些發揮 完全受到很大的影響 有一個上半場 第二 雨戰一定是最強對不利 因為青萊聯 其實在泰國也有打壓水戰 反而戒指的打這些場地 根本都很甚少 因為香港 你也知道 一落少許雨 就說要封牆了 所以很少機會打這些 要用水滕 踢水滕 是很少的 所以戒指這方面 就受到一些影響 但幸好後來第一 後來沒有下雨 打完半場 開始就不下雨了 還要的場地去水 去得很好 很快就 那些滕開始就沒有了 這新場真的很厲害 那些去水真的很厲害 那當那些去水 沒有什麼水滕 就對於戒指 當然是有一點好處 而且因為 其實這一次阿冠杯比賽 都看到 丹欣勞力 的確今年這個時候 是有點老態 他不能夠單靠自己一個人 是可以做到 就是擔天保自尊 已經是不行了 已經是不行了 你看他這次Series 那些狀態 譬如有些射門的把握等等 都是差一點 真的差一點 所以就不排除他 今年真的又老一歲 因為已經去到四章有一了 所以都不排除他的狀態 再加上之前因為 因為香港疫情關係 根本就沒有操作過 所以要 撒起狀態也有些困難 所以丹欣勞力 這個結智會方 是要想的了 開始 我覺得就不能夠再依靠 丹欣勞力一個 那一場球 剛剛對千來聯 後來下輩序入體的阿力士 就好像球王上身 結果呢 那一場球 他進來 拍住丹欣勞域 幫幫丹欣勞域 令到青來聯的目標 要顧丹欣勞域 就走掉了阿力士 結果就被阿力士 其後 阿力士進入了球 再其後青來聯 繼續追著2比2 再其後 這個羅子進 其後就3比2 就叫做 反勝了一場 這場球 當中 應該要贏的賽事贏 是很重要的 OK 接著去到最後 最後才有機會 偷那個最佳第2名 因為 拿齊6分 如果臨尾那場 拿到7分 基本上就肯定是拿到 最佳第2名 頭3的其中一個籍領 因為上次阿冠的席位 就因為 最佳第2名拿不到 當中 頭3名拿不到 才隱憾 進不了淘汰賽 但是 這次 最後一場 神戶勝利船 有些運的 是因為 神戶勝利船 本身打完這場球之前 已經是入了 已經是肯定守名 肯定守名 所以 已經是肯定出線 肯定出線 就可以放鬆一點 因為賽前 洛天拿 都說過 這次阿冠杯 對於神戶勝利船 是一個熱身 所以 在那場球 帶一條道理 其實上半場 大部分 六十幾分鐘時間 都出了負選 幾乎 攻擊前線 那些大壁 擁有武藤加幾 已經跌回日本的 保站卻機制 那些 基本上 都不會見到 走井高德 也沒有打正選 有六十分鐘 這樣的時間 始終 結智會比較好 在防守上 好打 起碼都不用 好像 之前第一場 對神戶勝利船 是要縮後 都可以有些進攻的威力 但是 都是那句 丹欣勞域局的表現 是 有些退化 有些退化 亦都令到有些 截至的涌等 是有些擔心 但是 有些偶然 第一 上半場尾段 羅子晉犯錯 接著就 被對手佬有個十二碼 先入一球 神戶勝利船 但是很快 期後 下半場 期後 沒多久 應該是 上半場 未完 去到保時 又拿回十二碼 或結智 對方中堅手球 結果 輸回十二碼 結果就一比一 好了 到了下半場 六十幾分鐘 開始 諾天拿 按鍵 換回大迫勇也 武藤加幾 可能是熱身的計劃 基本上只打了三十分鐘 結果 尤其是武藤加幾 實在都相當有卡士 基本上 都控制局面 基本上 我看就是等輸 最終也是輸 到最後有個角球 被武藤加幾 後尚入洩 投槌 頂入 但是 不知為何 剛剛到最後 保時入球 保時有個角球 扯過來 剛剛就是巴爾拿 之前打過愛斯賓盧 西甲球員 應該 如果你經常看西甲 一定都知道這個球員 洩前處 投槌 剛剛就頂入 然後沒有多久 就已經是完場 剛剛就是2比2 剛剛追上和 剛剛追上和 還要呢 最後聽巴爾拿說 本來 那個前處位 是另外一個球員 叫羅拔圖 是站的那個位 但是羅拔圖 那時候換走了 巴爾拿 前面有個 隔位 不如就衝出去 因為巴爾拿 其實如果你留意西甲 經常入很多這些球 他的軟射 後上角球 衝前去投槌 在往時打的華力簡奴 那些什麼 愛斯賓盧 尤其是華力簡奴 經常有看到 所以 其實這個 是他的殺雀 大家都不出 如果看過西甲 都知道 所以最終就是2比2 那幾場球 結智 贏完這場球 之後 去到淘泰賽階段 對手 最好就是泰國的巴吞聯 巴吞聯 去到 所謂16強 其實應該是東亞組的最後8強 因為阿冠盃分分兩個區別 東亞和西亞 東亞和西亞的球 都是分開打的 我們叫東亞區的8強 最後只剩下8支球隊 在東亞 三輪圖泰賽 對 8強 4強 東亞區決賽 最後決賽 一定是對西亞球隊 那8隊的東亞球隊 當中有香港結智 泰國的巴吞聯 馬來西亞的游佛 另外有3隊的日積 其後應該還有2隊的南韓球隊 8隊球隊 最弱一定是我們 最弱一定是我們 就是潔志必須港 為什麼這樣說呢 竟然恆大出了一個 中國的全部青年軍 對呀 中國的全部青年軍 出不了 這次因為潔志那組 剛剛上海又退出了 少了一隊 對於他們的看力 但是為什麼中超要這樣 第一就出不了 求你出不了 即是檢疫政策不配合 檢疫政策不配合 上海大家都知道 封城 還說出去 怎麼出去呢 第二就是其實 中超因為聯賽的政策 薪酬的限制 不會再像5、6年前一樣 又找些大牌外援 沒有這些 所以其實中超的 現在的系數 甚至比香港還要低 這麼嚴重? 是啊 因為現在這隊潔志 現在去到東亞區八強 那個系數的分數 拉高了 會扯高很多 那不是一次半次 所以就要成為這個機會 這是一個大好機會 對於香港的球隊來說 剛剛說到 對白強 在八月中 會對巴吞聯長 泰國打 全部在泰國打 在泰國打 一個回合 一個回合 擔長過 巴吞聯就特別留意 就是他對前面 迪奧高 巴西外援 加上泰國的球王 鄧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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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 亞洲的比賽 真的相當厲害 這個球員 差不多是泰國的球王 就算你對柔佛 也不要開玩笑 柔佛 馬來西亞球隊的外援 也很厲害 一個是上年打二格 烏丁尼斯的前鋒 叫做什麼 菲利斯托尼之類 Friorence Tartini 去年還打烏丁尼斯正選 居然就肯屈奏過去 打馬來西亞的聯賽 真的屈奏 另外就是 他的拍檔前鋒貝治神 巴西的前鋒也很厲害 所以你不計算日本 韓國的球隊都不用說了 所以結智基本上去到八強 可能外援可能會有少少的變動 也不頂我懷疑 但是還可以註冊嗎 可以 因為他現在 第一 我現在外援註冊是無限的 但是外援註冊是3加1 外援註冊是無限的 但是外援註冊是3加1 去到這時候是可以轉 還可以轉 這次結智 第二 比賽第一 很明顯看到他的紀律性很好 防守的紀律性很好 一對中場相當出色 巴爾拿遮線 第一時間 第一從籃節防守 是整隊球隊防守的第一步的基本 這個球員很重要 第二是基爾頓 有籃節外還可以帶球上去 尤其是他對青萊聯 那兩場都表現得非常出色 那些華人 一仔 陳俊一 和右邊的羅子俊 也打得相當之好 這次的比賽 所以這次的這個 再加上他新加盟的土庫曼國的明家索夫 不論是中場 攻擊中場 左邊中場 都是他推波上 和策劃的反攻 除了丹恩盧之外 另外一個攻擊套路 所以這次的 入島去Final X 即所謂東亞區的最後八強 都算是這樣的 當然是有少許的運氣 我不排除有些運氣 很多方面 但是 防守的紀律性 是值得一賺的 防守紀律性 真的值得一賺 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 邊次是脫位的 沒有邊次是脫位 所以是 再加上前場那個的 把握力 都有少少 都有點進展 雖說丹恩盧域退步 但是其他球員 有些進步 尤其是阿力士對 在青萊聯那場 那場球 簡直是上身的表現 令到傑智都希望 去到八強的比賽 盡力 對巴勒吞聯 已經是最好的千里 我覺得 已經叫做最好的千里 即是 聽起來 應該是 不是這隊 泰國的 就是馬來西亞那隊 即是撞到 馬來西亞我都不敢 都不敢 那隊很厲害 對KDJD 就死定了 不敢 未必的 有些JD 有些KD 都一般 這次比賽 OK 是啊 大巴勒吞聯 也像這條千里 演算是這樣的 好 好 喝波桑過時很久了 是 今個禮拜 就 講到這裏 下個禮拜 都可以繼續這個時間 應該可以的 下個禮拜會短一點 精神力可能未必 我要看看有什麼話題 有什麼話題 可能短一點 好 我們 留意這個禮拜的遊戲 是 小弟接手頂上 先頂著 先頂著 我們都要一些時間 給後面的委員會去討論 說哪場 好 因為之前EV處理了 得獎的人士先 我們之後會繼續 我們會處理 大家放心 一定有拖 沒有獻的 還有記得提一提我們 有計錯分的 告訴我們 就ok 我覺得慈三的數學能力 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 可能讀錯了 有些要補回家 忘記了家的 不會的 而慈三這些 執行力這麼高的人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的執行力很低 師兄就非常放心 我只是叫Google計算 不是我計算 那就是 要不要叫你人手計算 那我入錯 那你準備錯 怎會錯 你 神經病 神經病都出錯 今時今日的慈三的地位 督錯 開玩笑嗎 好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 manages 不要說 傳輸 農 五 龍